財經點滴 潘碧雲 很多畢業生不是那麼多可以有理想 因為有些讀書時已經借了很多錢交學費 有些不生性的讀書時還滾爆卡 到畢業時才發現大件事 因為沒有學生貸款可以掃盡掃 這類學生欠款最多 亦是最迫切要找工作做的一班 幾乎有甚麼工作都要做 但求還錢 如果讀的科目夠清晰 畢業後就知道自己要做甚麼 就不用浪費了 我的朋友說回二十多年前 在美國電子工程畢業 在學校看著他本科有甚麼公司 在他們學校擺檔招手 他見到工程分析員份工 心想去長街做分析員 都不知是甚麼 當然今時今日問他有沒有後悔 沒有去到Wall Street找真銀 他很淡然 他說人的路都是自己選擇 自己負責任 他說現在在矽谷做 有公司股份分都不錯 有多少人認識飛彈 他還笑笑口地說 知不知為何飛彈的電路板是圓形 不就是因為飛彈的頭是圓的 就算我這位朋友對前途是這麼淡然 一樣要面對著畢業之後還讀書錢的問題 當年他不是因為減肥 所以早五晚三餐都要吃香蕉田肚 而是因為他心知 所有欠債還錢的定律計 除了死坑死底別無他法 如果你以為在畢業之後 可以靠在股票市場賺錢還錢 他會告訴你 八七美股股災的慘烈情況 對初生之獨來說 真是大康眼界